Hi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拍片日常 那我們今天要拍攝的一個產品呢 叫做Aputure的Sytus Link Bridge 這個東西就是有點像是把藍牙 手機藍牙的控制 把它轉換為2.4G的遙控器控制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小工具 那我們今天的打框效果也會比較Loki 因為我會在後面放幾盞燈 然後就是給大家看這個控制器 控制那些燈的效果 那我們的機位就差不多定好 那我們像這樣子超級接近牆壁的話 我們用圖傳真的就非常方便 這樣子輕鬆的構圖 那我們電源線也接了 喔還有麥克風 麥克風我自己是習慣 如果我要直接送音源到相機裡的話 除非是手持然後在外面聲音很大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架在機頂上當機頂麥 不然呢我都喜歡把它接出來 然後另外架子 因為放在機頂上 還是離我們說話的距離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們要有最高品質的話就是 不要有一些奇怪的底噪的話 我們就是盡可能的靠近 發出聲音的東西為主 所以就把它架出來一點點 越靠近我越好 那我們就稍微架一下在背景的一些燈具 OK 所以我們的燈就架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600D TRI8 跟300D Mark II 那今天的主角就是上面這張TRI8 因為它沒有藍牙的功能 它只有2.4G就是Aputure 如果是Aputure用戶 你就會知道Aputure這個小小遙控器來控制的 那沒有辦法用藍牙 但是我們用今天的這個有點像藍牙 然後轉到2.4G的一個小小的遙控器 我們就可以讓它用手機來遙控 而且我們還可以增加不同的特效 反正我們今天就要來開箱的 那我們攝影機機位就在這裡 那拍出來的效果差不多就像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我臉部的光好像有一點少 那我的想法就是把一支燈棒想辦法飛到我的頭頂上 我們來試試看吧 這個計畫好像有點失敗 因為我用C夾夾到牆壁上面 然後我們用一個弓頭 就是一個雙球頭 然後把它夾起來 但是這個雙球頭 承重沒有辦法承重這一個利弊 所以這根燈棒就會一直慢慢掉下來 慢慢掉下來 因為這支燈棒還蠻重的 這是120公分的 所以我要再想想看其他的方法 OK 成功 我們成功的把燈棒飛到我們頭頂前面 那這一個就是我們的Cardellini 然後加上一個雨傘關節 然後兩邊都是用弓頭 弓頭 然後就是可以把我們的燈棒直接架起來 這樣某樣粗的一個棒子 就是一個要夾的地方 像我們平常用的C夾就是沒有辦法夾的 那我們用Cardellini呢 我這一根還蠻長的 這個應該是最大尺寸的Cardellini 我們就可以把它輕鬆的夾到任何的柱狀的東西上面 真的是超讚 然後我發現一個很搞笑的點 就是我在拍Aputure的產品 然後我用南光的燈棒 這看起來很衝突吧 OK 那我們的燈光就佈好了 我們的唯一阻光就是那一根 南光燈棒 就這樣子結束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來開始 拍攝我們的開箱影片囉 OK 那我們的小小遙控器就這樣順利拍攝完成啦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拍片日常影片 那當然請問這影片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我的名字是Cang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BYE 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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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有